嗯,好,那来到最后一节了 那可能有网友想问雷总 就是觉得你的手痛一点,还是刚才那个心痛一点 哈哈哈哈 你的手是不是扔心口扔伤 哈哈哈哈 不是,刚才说的其实都真的 有点容易觉得,当然我经常说 就是钱呢,刚才的市场呢,其实是 总有很多机会的,OK 你没可能说你每一个机会都得到 而且我也有说了,有些机会呢 是我完全都不会碰的,老实说 譬如说Eddie,当然 譬如说Bitcoin那样 其实Eddie由他买入价到现在 你所说,升了几十倍,那当然 就是我很替他高兴,但是 这些钱是不会我 赚到的,老实说是 就是我完全都不理解的一件事 我是完全不会碰的 所以我没有任何一些 就是负责感的 只不过呢,这家东西呢 其实我,就是这么多年 我其实久不久就会看一下 那样,那我又看好那个市场 那样,但是,就是竟然 我也想说,啊,为什么 我这次没有拍照看一看 那样,就是真的 真是难说 就是,就是参了一眼 哈哈哈,真的难说 不,还有呢,之前我们去呢 其实呢,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多一张图呢 看看这家,这家公司的股价呢 是多么夸张 就是在过去这些 就是十几年的变化呢 某程度上呢 他曾经的声势呢 是连这个 Eddie 的比特币都 拍马都追不上的 这个是多么夸张 让我先展示一下这个 因为呢,刚才呢 那张图呢,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线性图 那样,这张图呢 就用一个lock scale 就是lock scale 看呢,那你就更加 就是看得清楚 那,其实呢,这个 刚才就是说 那,这段时间,OK 就是最后一次呢 看到1元以下呢 就是2016的时间 那当然,那时候 大哥,我都没开始看好 那时候是不会碰的啦 OK 那但是,如果你看回 由去年 那边,开始我觉得 咦,我开始看好 就是这个,这个设计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是说的是10元以下 那到现在来说的话 喂,不过意都 真的一倍啦 如果加上刚才刚刚说 又设计了17% difficent yield来说的话 哇,都一个 不错的一个 就是profit啦,OK 那但是呢 其实这家公司呢 那个神奇之处呢 就是,还有为什么 我在它四个多的时候呢 我觉得真的要sell 因为呢 你看回呢 你看回呢,它在2002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低位 升到去08年那时候的高位 是升了多少倍呢 你计算一句数呢 真是吓得你暈倒了 真的 它在02年年底那时候 它的股价是说的 0.002 就是0.2000 0.2000 0.2000 去到08年那时候 就是大概是六年之后来说的话 是六个多元钱 0.02000到六个多元 你说的是三千多倍 就是在六年间升了三千多倍 OK 跟着,所以那时候呢 为什么会引发我 想了解这家公司呢 就是因为 哇,就是我见过 有个报告就是说 不知道 几年之间升了 不知道一千倍 我就说,大哥 任何东西在这麽短时间升了 一千倍呢 在我的眼中呢 都是一个 potential的bubble 已经是一个 OK 所以那时候开始了解这家公司 那接着就以为 它都是focus上一些 低quality的铁矿石 就是为什麽 估计又是夸张到爆那只 之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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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这个就是历史了 OK 但是 在这麽短时间 升了三千多倍的 OK 一个 还叫做实质经济的 一个实体的企业 老实讲 怎麽都叫做 那麽都真是一个 就是 鑽区 我想是一个 那麽 那麽那时候 是贫磷破产边缘才有那些价格 其实都是的 因为那时候真的 他超过延伸了 就是 K.O.都知道的 玩这些mining那些的话 你真是multi year的 扔了很多钱 你想想就是 那些铁矿石 尤其是在澳洲 Pilbera那些 就是 什麽人烟飘渺的 什麽鬼都没有的地方 你还要挖一些 低质量 还有呢 还有一件事 他的铁矿石 是九成以上 是要卖给中国的 其实 你澳洲和中国 现在的关系 你知道有多好 OK 就是中国那边 根本上是全面 禁你澳洲的龙虾 又禁了 OK 酒又禁了 OK 就是 想着都没什么运行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 好 不要再说这件事 真的生气 其实有个网友 我这件事不好懂 都想请教一下你们 之前我有介绍过 如果买台湾的股票 或者韩国的股票 可以在哪间卷商买 那有位听众叫Linus Linus Leung 就想问一下 他说 我想用几万元去买一只日本的股票 但是在IB 应该是Interactive Brokers 他觉得手续费都不便宜 所以想请问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买日本股票 那个 那个 手续费比较低 因为日本股票 我就 我有买过 当然 但是我就不太熟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两位 就是知道 就是除了 雷总那些 Super high net worth 那些 那么 premium 那些服务 我就不懂了 就是 因为网友都说用几万元去买 那 但是你们两位 知不知道在哪里 那我纯粹想帮这位网友 就想问大家 Key好像知道 我都真的 no idea 我买 我也有买日本股票 就是买IB 那 但是 如果你说要再便宜些 我就真的没有 没有研究 那你又不是说真的day trade 又不是说炒 出出入约很多次 那你就 收入费很高 那你几万元 都不通 我想都是在说几十元的收入费 也不会赚太多 是的 我也在想 IB其实会收多少% 我都很难想象 你收得多 不会收到很多 是的 我真的回答不了 因为我 日本股票 我是 没有碰过 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碰日本股票 我反而就是 不是有 早两次的时候 有个网友问到 这个韩国的造船 造船业 我真的看过 韩国三大造船厂 我反而有点兴趣 不过到现在 还是坐着没有行动 OK 不要再痛一次了 雷总 那就是 那就是 这样做了一个 一个observation的一个仓位 买到几十亿天 哈哈哈 做一个 就是 做一个 就是 做一个 后面 我的背景也是 就是说 Apple 那就是 先说一下 就是我自己 就是 Apple的股东 所以 大家如果 譬如看或者聽我說的話都要警告一下 第二季蘋果的業績 剛才我剛才說的在市房的時候 盤前就升了一些 或者昨晚的盤後公佈了業績之後 其實都是升了一些 其實業績都是不差 還有我覺得過去幾個月或者去年年尾到現在 Apple的股價比起其他FAANG的話 其實都是弱了一些 我覺得它的業績其實都不差 或者之前股神巴比特都有沽一些 但我相信都是因為 可能倉位是對於比較大一些 而不是它覺得蘋果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因為如果以數論數的話 其實也是創新高 你看到這個富豪的一個消息 你看到它說 這個第一季營收其實也是破了新高 就算雷種經常說iPhone沒有什麼VoEffects iPad也是這樣 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那個盈利還是保持著是一個 挺不錯的一個增長 所以 如果你說很怕畏高的那些 那蘋果的VoElection 就說大得很交換 當然不是性感到像一些法夢股那樣 但是 為什麼我覺得會出現一些轉歷點 或者它有些今次的八部會 又有些MalvowEffects呢 但是我覺得它真真正正開始是 譬如之前它Mac 8 我用了Mac 其實都用了 我想最少5、6、7年 那之前 一直當然有 讀書的年代是用Windows 我想3.51 然後95 然後98 然後 後面那些都說不出 都不太熟 因為之後那些都是奇怪怪的名字 也不知什麼 網絡反而 也不知什麼Windows NT 那時候也很差 那 那 下定了決心是轉Mac機 那 那 一部分原因 懶得很厲害 其實都不是需要畫圖 那 第二 我覺得用了Apple的東西 就是Mac機的話 就是System-wise 開機 關機 或者做文書處理 甚至這樣 都是 比較少輕機 那我想 那大家各下兩位 或者聽眾都試過 就是 用之前Windows的東西都試過 就是打了一份很長的 work document 然後無端端的手機 又沒有save 那那種痛苦 都 有少少像雷種剛剛手痛 或者是 心痛的情況 但是 有個結構性的變化 就是 不是它的外觀 或者是一個 產品設計很特別 而是這個 核心真的正在改變 就是M1這塊芯片 我不知道雷種 我想雷種都應該有看過 雖然它沒有用過 但是 由之前的Mac機的CPU 主要都是用Intel的 iPhone 的一個芯片 轉了就是 上一代的Mac機 開始就用自家仔 設計 和找台積電號 再做代工的M1芯片 而它是用ARM 而不是用X86 就是Intel的系統 我聽到很多網上熱愛Mac 或者比較公平的 一些評論的人 都是大讚M1這顆芯片 真的幫了很多 一直救病 就是為什麼整個Intel 是錯了整個 一個手機的熱潮 但是 我自己覺得整個Intel的設計 因為那時候Windows加Intel太厲害了 還有一個PC 你是不斷插著電 它對於電量的設計 是未必那麼重視 但是你去到手提電話 或者手提電腦 其實吃不吃電 是一個很重要的key point 而這顆M1芯片之後 真的那個performance 我看到很多評論 都是說 好了很多 第一個是很省電 可能之前Mac機 經常說十幾個小時 用到 舉例 其實也不是十幾個小時 譬如我現在用Zoom的話 就算我現在有些充電線在 但其實很快又是跌下去 因為一用Network 再做一個直播的話 或者一個錄影的話 其實是很適合的 還有Zoom這個軟件 我覺得是寫得很適合的 但是如果用M1的芯片的話 其實那個省電程度 和它的performance 都真的不錯 還有它的成本 Intel那顆U很貴 但是用M1自己 蘋果自家設計 和找台積電去做 5納米代工的話 其實真的挺厲害的 所以導致很多人的口碼也很好 其中一件事就是 Tim Cook 在那個發佈會裡面就說 有接近50% Mac的銷售是來自首次的購買者 而這個數字 在中國裡面的數字 甚至高到三分二 這個我覺得是幾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幾驚訝的數字 因為你真的轉會 你會從Windows去Mac機 一直是這個紅溝很難掛出 因為你要熟習一個新的系統 是不容易的 即是 你叫我用Android 等等等等 我也是遷就了 因為用慣了整個iOS的系統 一轉這件事一定是很大距離 是不斷地問售商人 說可以不可以的 或者Mac機 我不斷都隔一塊Harddesk 的SSD 都是用Windows 好嗎 這樣 沒有意思 即是機外殼就是Mac 但是旅行那邊是Windows 但現在我們會考慮 因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三位 即是如果是同一個地方去做直播 那一些做Streaming 的 一些Software 其實Windows會比較出色 我們都問回真正的CTO 狗哥 他都這樣回答 所以我也是積極地考慮 即是 將Mac機這個功能 就是 做一個External Drive 就會安裝一個Windows Windows 10 在裡面 就可以用一些 Windows裡面 支援得到的 一個Streaming 的軟體 但是用我的MacBook 那個Intel 還有一個不錯的 Graphic Card的Mac Pro 去做Streaming 應該就頂得到 應該就頂得到 希望就算之後那個 我們的位置不同 又不用爬到太多狗哥 我們又做到Streaming 這個下次的直播 我們會再說多一點 所以整個Mac機的銷售 真的挺厲害的 所以 它對於這顆MU的芯片 已經應用到iPad 所以 似乎真的用下去的 performance 或者省電程度 如果真的大幅地 贏了Intel的話 可能蘋果的產品 之前是主要是iPhone 但是如果iPad 又是會提升 跟著MacBook 都拿到PC這個版圖 的話 似乎真的 Apple 是有一個 挺不錯的 業績 會更加向上 這個就是 剛剛那個季度 那個業績的表現 發佈會裡面來說 有些是 我心裡面覺得有些 Row effect 當然不是出一個 紫色的iPhone 12 我絕對是不覺得 有些什麼Row effect 純粹是一個 顏色的形式 喜不喜歡紫色 很過人的選擇 比較特別 我覺得真的 就是出了這個AirTag 就是我後面的背景 都是用這個 那 AirTag 它是用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功能 就是一個新的Software 就是一個新的 叫做 UWB 就是Ultra Wild Band 超分寬頻的方法去做 導致它有做這個AirTag 為什麼我對AirTag 這個很感興趣 或者有一點感慨呢 就是 之前我們曾經 我曾經做過一個Fenture Capital 裡面 我們投資的一個 就是Hardware 其實都是做類似一個 就是Tracker的形式 但是那時候 我依那個 3G轉4G的原因 或者整個 尺寸 未必是做得很好 導致這個結論 都是Hardware 做一些軟件 就是其中一個結論 所以 一直都覺得做這個Tracker 是 競爭很大 而且很難做到很薄 因為 我們沒有這樣的技能 還有 我們有個 就是 背景的工程 是印度人 就是在印度裡面 但是 因為時差等等等等等等 而且他們始終做這些IoT產品 我覺得 類似做手機 或者這些IoT產品 最強的地方 始終是深深 就是在大陸裡面 似乎是 我覺得印度人 未必是在這部分裡面 這麼成熟 整體來說 但是 AirTag做了這件事 它當然是一個Tracker 我也有興趣想賣 為什麼呢 我會放在 當然不是追蹤人 不是侵犯人 而是放在我自己的行李箱 因為 如果之後 我比較多不同的行李箱的話 因為我有一次經驗 是曾經 又不是不見了行李 我有一次去泰國的旅行的時候 就是拿兩個行李箱 一個中行李箱 一個小行李箱 然後去泰國 然後飛到 Landing 忘記了曼谷還是其他地方 才知道原來那個行李 有一個行李 還在香港 沒有寄過去泰國 那我心就覺得 嘩 不是吧 為什麼會這樣 都明明確認了 他說我最後一刻才做 所以有些行李 就不能運到去 不過他都很好 他讓你去訪問 沒理由不認識你的行李箱 因為他這樣說 就是這樣說 然後我問一些 FA或者一些 Ground 的朋友 他說 都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但我覺得很差異 因為你去到旅行 可能舉例這些泳衣 或者這些 就是三副鞋襪 就算我進到酒店 沒有用 這些東西都不在手 其實很不方便 所以 有一個Tracter 令到我 知道我自己的 個人的存在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很差異 而說回 核心 就是AirTac 也是叫做 Bluetooth的技術 這樣做 但剛才我就說 它用一個超寬頻的方法去做 所以不容易跟其他 大家都知道 如果A頻率和B頻率很接近 或者完全是倒轉的話 那它的訊號會是扭曲了 或者完全是取消了 這是一個 我讀A級 FORM 6、FORM 7 一個物理的現象 就是那個疊加 或者干涉的理論 但是它用這個超寬頻的技術的話 第一 不需要拿一些政府的批評 就可以做得到 第二 就是那個干液的情況 是會比較低 而它這個AirTac 裡面 都是有一個U1的芯片在它裡面 所以 又是 還有做回 最特別就是 Tracker不特別 但它用我們世界各地 不同人 用的iPhone 就可以 跟這個自己的AirTac 是有一個溝通在這裡 所以是非常準確地知道 你的物件在哪個位置 包括它平面的地方 在哪裏 高度 透過不同 我們全球在使用 不同用戶的iPhone 一起跟它有一個聯繫 而是沒有侵犯到私隱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挺誇張的 因為 不知道真的會帶動到多少銷售 但是這個新的技術 我也是沒有想過Apple會用這個超寬頻的技術去做這個 這個超寬頻不是一個非常新的 但是 真的應用在一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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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Android系列的手機 它都是華為 或者可能小米 你想真的公司效頻 叫做抄Apple 你都要有 差不多的機器的數目 你才可以有這樣的環境 去做到類似AirTac的方法 所以 真的挺誇張的 這件事 即是 全球 似乎 很難去抄得到Apple 怎麼用 所以 是正確到一個CM 這樣的地方 即是 一CM within一CM的地方 都可以找得到的 即是 你自己 TAC了的 一個物件 高度 深度 或者是 平面的地方 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都挺誇張 時間差不多 去到 22分 其實 時間都不夠 去再講其他 我想講的 iPhone Apple的產品 或者 留在 星期二的 這個 宏觀 Hashtag 去講 或者不同的時間去講 今個星期 非常之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網友在 街上 聽到我這把 爛聲都肯 大招呼 你們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看到你們集氣 在雷種星期一的影片 都留言流了八十幾個 都挺誇張的 所以 多謝大家的支持 也要特別在這裡 多謝很多網友 很關心 也都 慰問 這件事 非常感激 這件事 正如在Idee所說 就是 做 做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老實說 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一個 很 同心壯志 要做些什麼 但是 都 有這麼多 聽開的朋友 留言的話 這個是非常之 感恩的 一件事 再次多謝大家 OK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保重 拜拜